我们在李组长 你从小就很喜欢表演 但是家人坚持让你读军校 对对对 你很叛逆还偷偷退伍 因为我们家里面来讲 其实我比家属于叛逆个性 那因为家是那种外城第二代 那夫妻是军人 那妈妈也是那种 很传统的女性 所以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父母教人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我前面几个哥哥 都干职业军人 到了我高中毕业 一样考军校 对 那那时候 李所当然 对对对 就是反正就是 没有想到 未来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国中开始 我就很喜欢表演 那也去考训练班 为了这个事情 因为那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说 女人训练班是骗人才干 不晓得嘛 就是外面民间训练班 一个旗要三千多块钱嘛 可是民国六十几年 要三千多块钱 就学那个 那时候三千多块钱很贵 对对对对 对一个军人家庭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就跟父母 就是有点闹意见 对那后来高中毕业 那父母说考军校吧 那就读军校吧 就等于说 所有的过程 都是父母决定 那就去考了 那我考正在学校的时候 那正在学校也有隐居系嘛 那我想说考隐居系 那我妈说 读什么隐居系啊 读政治系 就读政治系了 对对对 后来就 就在学校读了四年 然后就毕业 当军官嘛 那时候也没考虑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反正 学校毕业了嘛 就到部队当干部嘛 那当干部就带兵 就等于说 未来就是 一段一段的年之生嘛 就没想那么多啦 对对 后来到了民国 那妈应该觉得这样是 很好的铁饭碗之路嘛 对对对 你刚刚二十年 退伍国家像你一辈子 对 对那个时候我们也没 就是说 虽然自己喜欢做什么行业 但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啊 那种教育成 那种封建的思想嘛 所以就说 那就 就这样干嘛 就这样做嘛 所以在部队里面 也没想到说 要做什么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反正当了军官 你带阿兵哥 每个月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固定的嘛 部队一年到头 每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 它是一个 但你后来偷偷退伍耶 对后来 到了82年 结果我们那个国防部 因为人事管道不通了嘛 那我那年要正好 在宗教区 结果站不到宗教区 那国防部就有道命令 说我们满十年可以退 对我想 那机会来了 我就跟我妈讲说 想退了 对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 就是也有小孩了啦 那也就没有跟小孩 那时候小孩一小嘛 也没沟通就跟父母讲 那我妈当不同意 要说怎么可以退 你现在已经干十 我那时候已经干了十一年了 这个九年就可以吃中文了嘛 二十年 我妈说怎么可以退 不可以退 那我那时候 在宪兵司令部任官嘛 我想我就自己报退了 对退下国防部批准之后 我就跟我妈说退我啦 对那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我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有一个小孩 我有那时候两个小孩了 两个小孩 放弃这铁饭文 哇你很勇敢耶 对我那时候就 然后正好在带兵的时候 带到那个伏兵役的阿兵 可是大船系毕业的嘛 他们伏兵一年多嘛 说那我们可以来搞硬体设备啊 做摄影 开摄影公司啊 那也好啊 我就就退了啊 退完之后 退了去搞摄影啊 对 因为我本身没有学 花了多少钱 你看那个时候民工 八十二年吧 设备蛮贵的 我那时候退我大概扶了十一年的兵一毛 那拿了一百一十五万 对对对对 那也不少了呀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那一套器材啊 一百二十万 对啊 全部丢进去 对啊 那时候那时候摄影器材叫做 Ikigami 57嘛 全台湾只有五部 我就其中一部 花了一百 花两百万 你没有退休缝了 你还把所有存的钱都 对对对 我就把全部 就前面完了之后 我觉得我发觉到 其实走硬体不太对 因为 也不是不太对啦 就是 好像我们做 传播来讲 应该走 蓝体嘛 因为我也不会摄影 等于我买了器材 我还找摄影师 买工程车 然后接个case之后 我发开销之后 我根本没有什么利润可言嘛 后来我半年之后 我就把器材给它处理掉 我说不行 我就走蓝体 对 既然走传播 想未来 给自己定个目标 要走制作的话 你一定要了解到 每个工作执掌在做什么 对 所以我就开始跑歌剧组 对 看什么叫执行制作 什么叫什么场记 什么叫副导 什么叫导演 什么叫书画 要知道他们 他们到底做什么工作 然后他们的执掌在哪里 然后到现场之后 要怎么样去看导演 怎么拍戏 我这样慢慢去学 这样做多久 我这样子做了也有 大概有 其实一直这样 跟着剧组跑了 对 有将近十年时间 十年啊 对 你打马步又十年时间 对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 李组长这个角色 这个台词大家还记得 李组长眉头一皱 发觉案情并不单纯 其实这个也算 也算自己有这个运气了 你是很红 那正好在96年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 跟我的前妻 我们做一档 那个紫色曼陀螺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瑞祥囡前面已经红一段时间了 那什么玫瑰同一面 对hd 那是已经红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 就你做了紫色曼陀螺 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灭岸现场 我们那时候他们都写一名 一些村库医 也不 referring 村库倪 然后百姓 就什么名称都有嘛 后来那时候 因为我情下有编剧嘛 他就想说 那既然面现场的话 来了文立一群的时候 文立一群乡民 对 那那个时候 乡民就出来 对 乡民为官就出来 对 后来 那我们那个编剧的统筹啊 想说 为什么每次看李主导办案 就揍个没头 也没有什么台词 因为内心具台词比较少嘛 也没有什么旁白 他想 他就写一个说 李主导没头一揍 发觉案情不单纯 我觉得很不错啊 就用这样的台词 那种OS 然后配上我的动作 对 就揍没头一揍 发觉 就没头一揍 揍一揍 也是不错的 对 那时候很关键 对 就没头一揍 就要破案 所以看你这张演戏 几十年 没有拿过枪 没有追过犯人 就桌子一拍 没头一揍 命连就破了 对 好神啊 好神好神 PTT那时候好红 好多人讨论 对 那时候正好是 有个网站叫PTT网站 对 他们有个八卦版 在里面就写说 有些乡民为官 那他们就突然想 一个李组长 没头一揍 发觉考试 什么什么不单纯 大概就红起来 就开始弄了 然后就开始注意到 李组长 就把它炒热起来 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机会来了 戏约也不断 那时候听说 月收入有三十万 苦尽甘来 是没有 差不多 也没那么多 还是差不多了 对 对 那时候心情应该觉得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就该走这一行终于 对 会比较 心情会比较稳定一点 就是说 知道自己的未来 是有一个 就有一个前瞻性 可看嘛 那前面那段时间 真的是比较辛苦了 对 那如果说你在 对一个行业 你不坚持的话 不去揣摩的话 你真的很难 熬过那一段 因为有时候 你刚开始 我们刚开始跑通告的时候 一天也大概就一千块吧 对 因为下来 对 也不过一万多块 大特 对 你就要 要跑很轻 你才会有个 大概一万多块钱 在台北你说一万多块 养家 养孩子是不太可能 对 对 所以就是一个坚持 对 有人说这十年 会觉得很直出 你会说好傻 洛习客你怎么看 等十年才翻身 其实坚持跟执着 一念之间 然后通常我们都是 以成败论英雄 如果到最后 很快乐很自在 那你就是坚持你的梦想 对不对 可是如果穷途潦倒 然后什么都没得到 好傻 执念太深的很傻 太固执 对 你可以知道 其实像这样的中年男生 其实人生追求两种财富 一种是看得到的金钱 终身退休风这种 另外一种是无形的 就是我自己 对某些事情很热情 这种无形的财富 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刘主长今天 现在展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说 他坚持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